台東四個擁有多元族群的縣市 其中原住民族人口 占全線的三分之一左右 為了避免語言溝通 影響民眾損失法律訴訟上的權益 台東紀檢署特別開辦 司法通議人才培訓班 邀集精通英語、日語、韓語 以及原住民族語的語文專才 透過30小時的訓練課程 希望培育各族群的司法通議員 開訓典禮上學員們以母語簡單自我介紹 這次的課程 共吸引40多位 擁有不同語言能力的民眾參與 來自太原部落的拿外表示 由於原住民族對於土地 是一個集體權的概念 因此在面對土地私有的法律權益上 產生許多文化衝突 在政府的土地 跟我們原住民認為的土地 這邊是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說我認為說 你必須要把我們自己原住民生要講出來 那他們才知道說 我們為什麼會爭取這個土地 那我今天當通議的原因 也就是基於說 我要把我們老人家的心聲要講出來 通議人員他有受過訓練 他有這樣的一個比較冷靜的頭腦 可以翻譯當事人想要表達的一些意思 這樣就不會造成誤會 法官的誤會 誤判 透過專業課程培養基本司法概念 但如何透過足語轉述正確的法律意涵 也是成為司法同意員去面臨的課題 因為很多的一些中文的詞彙 我們足語是沒有的 所以必須要花那個時間來做一個形容的一個翻譯 你必須要把檢察官或是法律的用語 轉譯成我們原住民的 老人家可以聽得懂的語言 所以說這個中間的媒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翻成我們長老或是我們當事人他懂的這個內容 而沒有一定要看對方的程度 要看對方對我們這個議者所翻出去的理解度 事實的調整 他沒有所謂標準的東西 由於文化轉譯問題 經常成為原住民族在審判過程中的不利因素 族人希望透過一己之力 在國民政府的法律體制下 為自身母體文化來發聲 原則新聞 怎麼等台東是採訪報導